代表马来西亚政府 特别感谢中国交通部长 杨传航部长各校 丽临出席东盟十加三的会议 之余也特别 今天访问马六甲王金港 这个项目是我们马来西亚政府 给意大利支持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产业 马来西亚交通部也正式的批准 马六甲王金港成为深海港口 及海洋工业园 那么希望通过与中国的合作 能够把这项项目前面的启动 发展迅速的完成 最重要的是 马来西亚不只是前面支持中国 推动的提倡的一带一路的计划 我们今天也提出了更多的项目 包括马六甲王金港 成为一个重要的项目 成为一个重要的项目 项目前面的启动起飞